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国大部分石油都是依赖进口 在未来几十年内将会造成重大隐患 1949年 美国著名石油地质学家曾提出石油峰值论 意思是指石油产量未来将开始长期下滑 这对高度依赖石油的国家将是一个后劫 而中国的石油需求将在2030年达到6.9亿吨的峰值 占全球需求量的12% 这也是我国目前大力推行清洁能源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 我国也在将石油资源最大化利用 不过却遇到另一项技术难题 石油虽然利用率高 但在开采出来后需要经过多道供需加工 将其提炼为可供各行业使用的成品原有 我国在提炼石油过程中会产生很大一部分残渣 这些残渣成分中含有硫 氮 涅 烦等元素 利用率极低 目前只能当作沥清或者焦碳使用 经过30多年快速发展 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石化工业大国 大部分石化产品产能位居世界前列 2014年 中国炼油能力已经达到7.5亿吨一年 占全球总炼油能力的15.6% 减次于美国排名全球第二 而在合成树枝 合成向销 合成纤维产领域 已经占到全球总产能的35% 均位居世界第一位 不过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良反应 以我国每年加工6亿吨石油来算 其中的炸油就占到1.3到1.6亿吨之多 造成极大浪费 几年前 令油厂还能对部分炸油采取焦化处理 通过负极碳原子让炸油变为焦碳 再将剩余的炸油转换为清制气柴油和液化石油器 不过 随着全球环保问题逐渐加重 中国对炸油转化产品成分有了更严格的把控 最终导致这些炸油无处可去 而且长期堆积起来的炸油也会对环境造成极大污染 对此 我国需要寻找出更清洁的炸油转化技术 目前世界上炸油工艺处理最先进的是法国和美国 他们通过循环泵和催化剂将炸油抽出再送回形成翻腾反应 最终达到炸油清洁处理 不过这项技术对中国却是严密封锁 我国只能从国外进口现成的循环泵 一台循环泵的价格在20亿元左右 近些年光是设备进口就花了上百亿元 此外 循环泵还需要多种配套设备以及维护维修 国外专家每维修一次就是一笔高昂的费用 对此 我国一边进口 科研人员一边研发 经过十多年不断奋斗 终于研发出了符合自身专业技术的反应堆与催化剂 最终实现了炸油自循环沸腾床加轻技术 该反应堆长度超过40米 直径5米 也是世界上最大最复杂的加轻反应堆 重量高达2400吨 不过另一项难题又摆在工程人员面前 如何把它吊起来并通过长江航道 国基重装公司此前曾打造了两台起吊能力为850吨的行车 他们的合计起吊重量达到1400吨 也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吊 而2400吨的加轻反应堆已经远远超过起吊极限 对此 工程师采用了两台850吨行车和1600吨非自航联合吊装的方式 成功将反应堆运送到位 也创造了长江航道有史以来最大最重的吊装记录 沸腾床渣油断汗加轻反应器 是我国油品提制升级项目中的核心装备 该项目建成投产后 可最大程度提高渣油转化水平 将渣油转化率提升至85% 原装至仅为40%到50% 同时 该反应堆有效降低延迟焦化负荷 提升轻质油产能 使中国石油炼化工艺技术 激深世界先进行列 有力支撑国家能源战略的实施 在石油日益紧缺 以及环境日理加重的情况下 石油炼化结构调整与体质升级 事关国家能源安全 也是我国石油炼化工业技术进步的重大举措 最终打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渣油加清技术体系 在未来 我国还将出口相关高级设备 给技术还处于落后的国家 帮助他们提高渣油转化效率 和全球之力去保护环境 不过在全球也有一个共识 只要是中国突破的技术与设备 未来肯定会变为白菜价 不知道此前一台设备 卖我们20亿的国家 以后会不会后悔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